就換新很多人也會說我要買新車 我收一台這個來來就換新車 真的太沒情懷了 我們要來研究一下就換新的政策 好像如果以現階段政策來看的話 是來不及了對不對 現階段本來預計是補助到今年為止 就是2020年為止 但是現在當然因為各種因素 不管是疫情還是什麼 總是有人希望這個能夠再延長一點 因為畢竟這個補助方案是確實有達到 這個刺激市場的一個效果 我們先看現階段這個政策好了 就換新你以為 如果這個就換新的政策到今年 你以為你所有這台車 可以來抵就換新的話 好像是辦不到的 因為它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條件的限制 第一個你要擁有這輛車一年以上 那不會有啊 所以現在2000mine我那台K5 我現在今年我可能來不及 因為我要滿一年之後 再把它拿去報廢的話 那個政策可能已經取消了 我可能就來不及了 所以說考慮一下 會不會繼續用這台車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如果說要有符合這個資格 還有你這個 你是本來擁有這輛車 是你要有二等輕的資格 你要換新車 這個就是你不能說 我隨便找一輛車來 然後就直接換給另外一個車主來用 不行了 你要有二等輕之內才有可以這樣 要不然你都要 我有這輛車一年以上 我再轉換才有 那這個東西有一些限制規定 那甚至有些公司車 都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規定 事實上並不是說 我今天想要買新車 我去買一輛報廢車來 然後去換五萬 沒有那麼簡單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已經走了 我沒記錯的話 大概已經走了兩三年吧 對 沒記錯的話 今年照理說是最後一年 照理說是最後一年 但是就真的是 我是覺得都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啦 因為畢竟現在 不管是新車 中午車 新車也希望有更多的 這個刺激銷售嘛 那中午車雖然說 有直接的影響到 但是總之也希望 還有這些東西能夠 讓整個市場是活起來的 對 大家才比較 火弱一點 大家也比較開心一點 你看兩千的表情多激動啊 舊換新的政策 對它影響可大了咧 太生氣了 沒有啦 敲什麼 因為主要其實 這個舊換新的一個政策 它其實主要的對象 是希望說幫助所有的 台灣的用車環境 把一些比較老舊的車淘汰掉 會比較環保 所以主要出發點 其實是環保 但是其實對我們的 這個整個中午車的 一個交易的數量來講 絕對是一大衝擊 因為畢竟這五萬 其實它跟市場行情 完全沒有關係 它是當年 甚至它可能買的是中股 但也沒有關係 當年的貨物稅 做出來的五萬塊的折抵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第一個會面對到的 就是我們在買車的過程中 以前我們總是會有一些代步車 可以買到狀況不錯的代步車 我們外觀稍作整理以後 還是一台很不錯的一個產品 結果現在客人一來就說 我要換新車啦 五萬塊 要不然賣六萬 大家再來講 可是有時候外觀 整理 基本上我們還需要投入很多的成本 那就不堪用了 不足以就是來收購 這樣子就會造成是說 第一個就是車源的部分 會一個短缺 其實這樣子的老車 有時候我們自己看到就覺得 好可惜 這個車其實不錯的 公里數說少 其實有些蠻少 但是車零過了 或是它車已經退流行了 甚至說有些是排氣量 稍微大一些些 可是對於車主來講 我就是沒有要整理的意思 或是說我就是覺得這邊有五萬 超過六萬七萬 大家再來講 這樣子的狀況下 其實很多這樣子不錯的車子 就只能報廢這一條路了 所以對我們中午車市場來講 這個交易的一個年份 其實是這五年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電視上面是講 從14年到2014年 你可以看到這個之前 還沒有實施的時候 大概一年平均在中午車交易 是在七十萬以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數量 你可以看到15年16 一路有下修 一路下滑下去 那到了171819 好像又有點爬上來了 那個可能是因為前面第一波 最熱 大家不知道會執行多久 趕快都去處理 所以中午車基本上 整個市場都急縮冷凍掉了 因為坦白講客人的心態是這樣 一台Artist六十幾萬 折五萬很多 對不對 YarisMarch四十幾萬的車 折五萬很多 那客人會說 那這樣子我買你這個十幾二十年的車 還要花這個價錢 他們不願意 那對我們中午車市場來講 確實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其實這個政策 還有另外一部分是講說 它不只是要報廢 第二個條路是出口 但很可惜台灣的 以他們我們目前現行化的 一個市場來講 你說老車出口 老車出口 去西南巷 去一些東南亞國家 那一樣可以去折抵這個五萬塊 可是根據我們統計的資料 其實知道 以台灣的車領 其實出口到第三方國家 也不一定堪用 或者是說它不一定划算 因為這樣要報關 他們有時候 他們寧願拿去報廢 再來做以零件的方式出口 可能去非洲國家 東南亞 柬埔寨這些地方 他們都可以再做重組 那稅金也比較省 那市場的價值也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對我們中古車市場 絕對是一大衝擊 那不過呢 慶幸的是 是不是要結束了 這個東西的 你叫做慶幸 搞不好人家往後演 這個就是我們就是 不一定的事情 但是目前市場大環境 有可能會有一點衝擊 我想這個政府的問題 我們就要再考慮 再研究看看 對 有可能即將結束 但是也有可能會往後演 那不管怎麼樣 不只衝擊中古車 乃哥 你以前小時候喜歡那些車 想說等長大要買的那些車 現在可能因為這樣 這些經典老車就這樣不見了 對啊 其實你知道 我剛剛補充一下 兩千說的 可能大家都聽不懂 它其實很簡單 政府做這個補助額 其實就是做半套 做半套是什麼 我為了環保希望淘汰那種15年 還在路上跑的車 或者是13年還在跑的車 因為你看像國外的國家 你超過一定年限 它會加重的稅 所以加速那個所謂車子的淘汰 所以路上大部分都是新車 第一就安全 第二環保 可是它這樣的話 就是兩千說的 大家會拿去什麼 舊換新 舊換新的話就沒有辦法 變成中古車的車輪 因為它整理一下 可能7萬塊賣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說 取得這樣車員 大家都去就換金 所以就會下降 所以對於新車業者來說的話 會好 就對於台灣環境的話 就是你原本15年的車 大概會縮短到13年 10年左右 大概就是這個產值 影響的是低價 這之前以後 這個報廢價整個都下滑 就是價錢以前 早期我們報廢一台 1萬多 2萬 都還會有 然後大台一點 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 因為你就是要換獎金的 所以他們就是報一個死租價 你要不要報 其實你根本沒有看 那個報廢的金額 而是看那個5萬塊的退稅 所以整體來說 整個報廢市場 其實報廢市場 報廢市場賺飽飽 因為它這材料多的是 而且又買得很便宜 各位跨界小營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 趕快幫我們留言按讚 你還想看 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也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 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多多幫我們 開啟小鈴鐺分享出去 也可以隨時接收到最新的公知 多多的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